有鉴于现行身心障碍者社区服务 例如是日间照顾等对于精神康复者来说 相对的是比较缺乏弹性 实用的意愿比较偏低 因此花莲县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 委托慈祭慈善 实业基金会承办了花莲第一所 精神障碍者协作模式服务据点慈心会所 在日前举行揭牌仪式 期盼可以增加精神康复者社会参与 促进他们可以生活自立 花莲县心障碍人口既有26435人 占全省人口8.2% 慢性精神病患者既有3363人 现行身障碍者社区服务据点 如日间照顾、家庭托顾等服务 对于精神康复者来说 相较缺乏弹性 导致使用意愿偏低 花莲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 委员佛教慈祭慈善事业基金会 开办县内第一所精神障碍者协作模式服务据点慈心会所 日前揭牌 我们接触过的 有管理身心障碍者的家庭 那他们跟我们问说 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让我们这个孩子 或者到哪一个地方 他能够有所成长 那我们每天都绑着怎么样 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以往没有这样的会所 只有到医院 医院又在花莲 也没有那样安静的地方 然后如果送到了 玉璃的那一边的医院的话 去住宿又不舍 那我们到底有什么样一个好的地方 那今天有这个会所 就是属于我们会友彼此交流彼此成长 所以未来在这一边 我们这个会所是由我们所有会友 他们共同来有一个工作的分配 这个叫做工作日 那另外呢 我们也有所谓团体成长班 自我潜能的开花 乱至于我们也有所谓的社区的一个活动日 也有所谓我们居家外展的服务 也有所谓职能训练跟我们的就业的一个辅导 最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资源的连结 我们资源的连结这样子的一个网络 我能够让大家知道 实际基金会今天有慈善的团体有社工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医院 今天何医师代表医院过来 也就是我们医院有身心血科 那我们的学校实际的大学呢 里面有社工系有心理系 那么这样所有的资源老师包括学生 我们大家的连结很希望更专业的未来在我们这一边 能够给我们的所有的会友 未来有更快速更好的成长 执行会所预计办理莫林活动 身心复原等课程 另外有就业支持团体 由会所工作人员陪伴到职场一同工作与关怀 会所平日时间提供领友精神疾病身心障碍证明 重大伤病卡者免费参与 社会处长成家父说明 会所施提供互动来提升人际关系及自我价值 也期盼扭转社区民众对精神障碍或精神康复者刻板印象 促进精神康复者生活自立 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记得蒋邦彦解案相报导